她說對啊搜啊 她說伸手機啊 然後我就說 所以妳在那裡就對了 但是妳轉頭的時候 那人在躲頭還在嗎 所以她就很妙她就跟我講說 妳就伸手機啊 我就這樣就可以了 又很傻真的很傻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就再把它放在手上 她說沒有妳就放到身上去啊 就放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她就說妳知道妳剛剛搜的這什麼東西嗎 然後我就說 不曉得我都看到一個藍藍綠綠的 然後淡透明狀的 我就說 會發光啊 對會發光啊 然後我就說 不是我不是很確定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呢 她就跟我一家說 我跟妳講啊 妳收到的呢 就是一個 一個 藍色 應該是紫色 然後帶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 那個花 她就剛剛跟妳講 我就想到我其實說 嗯好像影鸳的輪廓 確實是有點像花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她就說 欸我找給妳看 她就拿她的手機 就在那邊公開 她說我找給妳看 比較接近的圖片 找給妳看 然後我就自己拿她的手機 就在那邊公開 欸她很奇妙 我們兩個找到什麼 妳懂嗎 同樣照片 所以這關系 她本來就有自領話就對了 她有啊 喔在哪裡啊 手上嗎 對啊她手上 她手上有自領話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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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嗯 然後後來我拿到那幾點 然後我就說 啊這整個圖片要幹嘛 我一開始就知道 後來又碰到那個 就是地藏王胡薩 講了我 沒有朋友 對對對 然後她就跟我講 我就跑去問她 我就跟她講這件事情 然後那一次也是我們吃燒肉 然後她就在那邊烤肉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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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說 我說而且還不一定有 然後她就說 不是 因為她說 郭斯址胡薩那一朵子蓮花呢 是可以幻化 世間任何一種植物的能量 喔 她就在那邊跟我講 所以呢 她的意思是說 我們用的金油是實體的 不值的東西 但是呢 她在虛空當中 或者在零件裡面 它是有它的不同的能量作用在的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我淘完精油之后呢 我把那个精油那个凉花子 凉花能量丢进去 虚空世界的能量啦 你本来谈的都是实体世界的能量 它需要加一个虚空的能量进去 对对对对 我想给你的那个是加图凉花的 所以才会觉得说 为什么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能量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就给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你昨天也不变干净 但是能量不太 对就是还没有 它少一点 对对对还没有 还没有那种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事情 就是神明他们有很多种方式 要帮助人间 那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藉由任何方式嘛 这个东西是他们愿意要帮助人间的 一个一个过程 对一个结缘皮 一个固质 那我应该是尽量的 要把这个固质去发送出去 但至于要发送给谁 那就是神明自己的事情 只在我必须要留保我这个管道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那就拿去古宝卖 可是古宝就是 它毕竟就是一个一般的网站 它没有像我们有那么多灵性上面的诉求 那我如果要说服我老公 卖这个东西的话 他肯定不愿意嘛 因为他就是个凡人 没有像我们有这么多灵性上面的思考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做一个 因为我们已经有平安喷雾了 那平安喷雾那其实就是集合植物的力量 那就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植物力量结合 然后让他让大家来让那个空间有一个清化的方式 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财神眼的喷雾 那因为你们原来就是很像 对我们原来就有石墓 对原来那个石墓的那个我老公肯定不会接受 这个石墓你要跟我讲他有什么我怎么相信 对对然后而且那个价格比较大 对对那我们不要再做这个小批 对我们要做大批 但是因为我跟贝蒂这个沟通的过程 定点我会发现 改善业真的不是一个很好说服的 对改善业 真的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是没办法 然后我就 所以那次我就只要再开会 那我就说当面聊 刚才这样 你也是觉得就会做生意了 对啊 对啊 就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服他 就是当面聊嘛 然后我就跟贝蒂讲说 我会举个例子 就是要卖这个 我就把这个财神铺变成这个 你觉得可以吗 对对对 所以后来不是还来大 我说我也知道啊 要问 但是你 但是你第一个当下反应是 我觉得不行 我没有想过 对对 他就说我觉得不行 因为财神也不喜欢人家动他的配方 哈哈哈哈 我们之前有动他价格嘛 对 他可能也不愿意啊 对对 蛮多是中间其实这两年多 蛮多人要来找我们合作 可是其实我都觉得那不是我能决定 就算我们很好 我也不能决定啊 刚前几天 我朋友也是在大陆 他说可以 给他在大陆卖吗 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啊 对啊 那我都会问 我至少你要给我三个行规 如果说你是要你要卖的话 对 然后就很多人其实师傅都不同意啊 对 那然后我就会想说我就 我会说我都会拿照片给师傅看 我就手机 然后照片我就会放在桌上 我就那师傅你可以给他卖吗 然后但是他想要 Winnie有跟我讲说要改吗 对对对 我不但要卖 我还要改 对啊还要改 感情还要不一样 还要贴皮 对 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10某卖的价格比你这个 对 250某还要贵 对 我就想说这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 对 我那时候秉持着就是 如果他就是师傅不愿意 那我们就没关系 至少我们say no了 对对对 就不再是我的责任了 我们就没有这个姻缘嘛 对对对 那后来就问了 那师傅才说可以 可是呃因为是不一样的产品 对 所以等于变成 你们的东西我就是每次要送 就是我就要 对没有 一开始其实 你开始其实是我想要你们直接做成品出来 对对 就是不要是我们生产的 送不出来啊 对对 因为我们工厂也是产能全卖 所以我就想说就算愿意 我们也 藤不出空间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更不可能说服我老公 对就是把空间藤出来 对对 因为是我自己想做的嘛 然后就有一天贝蒂又跟我讲说 诶 还是说你可以问一下你老公愿不愿意在自己工厂生产 我说 蛤 什么意思 那你就下单给我 我生产给你 你在卖给我吗 我说我这个可被我老公打死了 马上就要面临离婚的问题了 我说可能没办法哦 他要求我了嘛 我就想说没关系 那我就硬投不愿意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 诶老公那个 这个财神经友 那个上次说 那个贝蒂说 他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工厂里面做就好了 然后我老公就 好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说一定是财神业 一直传送脑过程 我这个不愿意就保住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有打样给我们 对 然后打样之后 我们就送去实验室做 然后实验室做出来之后呢 我就不愿意我就觉得 没有能量 对 就是有植物本身的能量 但是没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这个巨大的东西 那当然我又不信我自己嘛 所以我就叫他 哈哈哈 然后一门撑起来 第一次你 你也是感觉不到 很弱 对 他是感觉到有 但是应该就是植物 是不是经流本身的 对 没有 没有神的能量在里面 对 那神的能量是什么样 以你接触这么多神 所以这里是买的 哦 新闻 一个能量 是带到这里 然后这里就不办了 那才就是说 没有能量 我就确定 哦对 那我的感觉是对的嘛 我就说 哎 怎么办 你那个东西没有能量耶 那但是我其实一开始会想说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在 实验室调配的过程 太多人混进去了 当时我不是跟你讲说 以前照顾手看 然后我就说 我试试看帮你丢那个 这个花 对对对对 进去看看好呢 然后我就想说 什么 照片就可以 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哈哈 它生病好几次都是我 都是我 我把他照片打开 我把照片打开啊 那对我们这种人来讲 你说 哎 乔姨 你把那两瓶拿来我家 我来帮你加持 我觉得比较合理 什么 蛤 照片就可以 那两张照片 然後你就說你要加持 你讓我再回家 然後其實你沒有告訴我你要幹什麼 我沒有告訴他要幹嘛 因為我不能告訴他 因為我已經被你們暗示了 我還很早有一個空白的對照子這樣 但我沒有告訴他要幹嘛 因為好像是禮拜六對不對 可能是禮拜六 然後你就說你要加持 你們說你加持完了 然後就說你再噴看看 然後我就噴了 噴了之後呢 而這場完全不一樣 對我來講他可能是在此的新聞 但是 就是當我這個東西有能量 是我這邊會有一個 打開的東西 會有一個球 然後這個球他一定有一個固定的尺寸 一定這樣超過我的肉體 如果這個能量不足他就會比較小 好這樣子 我就傳點訊說 欸我是打電話傳點訊 傳點訊你傳你再噴看看 我就再噴看看 我根本沒跟他講不講任何事情 而且我在廁所 我在廁所收到一個簡訊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 我在想好啊 我說那要測就在廁所測啊 廁所的滋場非常不好啊 然後我在那邊看漢堡 我一突然人家 哇 我人生從來沒有這麼行嗎 大家說 哈哈哈哈 都是黃金 對 然後一突然人家 哇這感覺太好了 然後就跟你講 對對對 而且是同一瓶喔 對 就是有給了照片 就是照片 因為我當時沒講說你傳照片 你傳照片不愛 我說我試試看啊 因為當時其實我也不確定 可是我當下是有一個感知 就是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因為我沒有確認 我也不敢跟你說什麼 就是說因為我一定要確認 你們這邊的最後最終結果是怎麼樣 對 所以後來就跟我講說 欸確實就是你傳的照片給我了 然後我丟了紫蓮花之後 那能量都展了就開了 對其實當時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我沒有跟妳講 其實這事情是因為喔 這個本來是彩培研的我們的配方 那因為很多人要幫我們合作 但是因為彩培研不答應 所以很多人在模仿我們的配方 所以為什麼也沒有能量 其實因為那是彩培研的仿道裝置 喔 所以只要我柚子蓮花呢 去打開它 它就接手了 喔 但是但是你沒有放紫蓮花進去 就算你把這個東西 就是拿到所有的精油配在一起 它也不會有這個卡 對 我們沒有辦法生牆完 所以你一瓶一瓶丟了一個花 對 所以我才問你們說 那你們到底該怎麼辦 我是在園液裡面丟著花 然後丟到它其實完全手牆了之後 我們再哪去要 對對對 有一次我們在群組裡面討論 你們兩個認討說到底要丟幾朵 我想說到底是怎樣 所以後來你們到底要丟幾朵進去 你們自己會直覺嗎 還是它有固定的數量 沒有 沒有 其實它後來 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數字 所以我在想 它沒有確定幾朵是 因為你每一批需要補充的那個 能量花 要加多一點 對 對 所以這才會 這才會說 因為我當時收到那個紙的話 他說 欸這給你炒進去 因為它可以放化成所有植物的能量 還有就是我們也跟倫財神老闆確認過 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是可以放大跟穩定 我們炒出來的那個精物的那個氣場 對對對 對 所以就是其實說實話 我們這個濃度真的沒有很高 但是那個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濃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怎麼可能是濃度這麼低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那個場 一個是那個場 一個是坦白講 其實我們家的精油在那邊也是特別高的 小農跟精油 對 所以它的本身的能量 跟外面可能大廠的精油 不太一樣 對 那就有很多愛心在裡面 對 因為小農他們都是真的是用愛在照顧他們的職務 對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點是說呢 小農精油其實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在蒸餾的時候 它是真的蒸餾一道 喔 所以你也很堅持一定要用小農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對 它本身就已經比一般的精油要高了 對 這是真的 因為它濃度真的就已經比較高 你就把它想像 它就是真的很像 你每一次一改牛奶 它就是每一次 它出來給你 出戰 兼養 對 有一次就是我們要上市的時候 就是我有請你特別在問一下 那財政業人它有沒有什麼事情要跟所有人講 對 這個也可以講一下 那我就有問 師傅說 欸 上次巧姨問我 就是他先生這件事情啊 那我腦袋出現的那個畫面 因為我又出現了一次嘛 我說這個 這是他先生嗎 我很怕就是接錯 還是我本人接錯去 對 小時候穿短褲 對啊 而且 而且我看起來很像是智 就是那種小學生的制服 他是看到一個小學生 身褲是不是 他就是蹲在一個角落 他是蹲下來的 然後就穿制服 藍色褲子 短褲然後白色的那種 就是我們那個領帶 深藍色 深藍色 然後白色 然後白色的 襯衫那一種 對襯衫那一種 然後他就是 從那一刻開始 他就覺得他靠自己 他不相信神明這件事情 請問你啊 問我說為什麼你老公不相信神明 對對對 然後 可是我每次跟他講神明 和神明 臉 他的臉就 很柔軀你知道嗎 對 他至少沒有 他至少沒有問 對 對啊 對啊 那我就 我就 問了 師傅說 欸你可以幫我確認 這真的是 巧姨他老公嗎 然後他就說是 但因為 基本上你的事情 為什麼我都要三個行歸 因為我都覺得很怕我 搞錯 這樣子 對 所以像是你問我 那個你跟財神爺的關係的時候 哇 也是連續丟了四個 還是五個行歸 我才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本來不敢講 我覺得對我來講 實在是太無 對對就是 太驚訝 我跟財神爺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每次都給我關通關 對 我要求什麼 我是說 是的 你 Database 你